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下节目含粗言为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 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 敬请留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三节的的士判官 试题就与李宗盛 跟林安正说 别这么懒 他这次真的病了 他这么大而已 他真的病了 我现在真的病了 昨天我进了医院 又变异佛 刚才大家看到的士判官的节目 也有一些提醒 以下的节目可能会牵涉粗言威语 第一节和第二节 林九的士判官名誉顾问 业界代表 林九 都没有怎么说过粗言 没有啊 这次是纯粹因为有史提 要做给他 是的 他一来就要立即 要保定非 史提的问题 第三节 第一节 跟罗马州事件的陈思基经验 第二节 我们也访问了一个业界的车行 最近你们的的士大哥 常常遇到警察和你们做抵检 换证一天 都会接五百多个证 对啊 对啊 核心也不是 也有触碰过关于的士司机的扣分制度 这一节我想讲多一点的蝙蝠 讲这一件事 讲这一件事之前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史提的 史提的 什么 就是播一张图给大家看一看 好 就是 很多的士司机 虽然的士判官是一个免费的节目 是业界发声的 大哥 我跟狗哥去访问人 狗哥也要给气 是啊 我都要招呼狗哥喝茶 做义工 所以 如果大家喜欢看的士判官 还喜欢看MHK其他的节目 不妨打电话去 我看到了 可能是小时候的这些字 我的同事 那些小孩子 那些小女孩 就不会理解成年人 看字 你叫那些60岁的士司机 怎样看你这个3955573 这个字 或者这个WhatsApp 大家看你做一个绿色的Logo 狗之你 是WhatsApp的Logo 寫了WhatsApp 团子 梅女 这就是世代之真的 这个问题 98108874 就可以WhatsApp给我们 也可以上我们的网页 mihk.tv 可以有其他的节目给你欣赏 但如果订阅重温 这三个 电话WhatsApp 和我们的网站 都可以查得到 所有的即使司机 只要WhatsApp给我们 有你们一年的行车证 或者是亲身上来 我们城业街 官堂城业街20号 宜新工业大厦 7楼前座 上来订阅 在6月30号前 任何的节目 我都给你85节 你们就不要给85节的客人 是的 一定的 我们给你们85节 看我们的节目 各位的士大佬 我们正在帮你们发声 也需要一些经费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我们的节目很适合 在你们烦闻的日常生活里面 去看我们的节目 非常有时事性 文化修养也可以有 有很多资讯 至少这个节目 令你们知道有什么要做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 快点去换人遮症 不要惹怒 不要惹怒被警察 是的 很多事情 好了 我们这一节 深入去讲的 的士扣分程 我来给大家听 好 蓝收车支 他载 兜路 你快点过来 你快点了 你快点了 我快点了 你快点了 态度惡劣 搭的士 最怕遇到这些司机 为了加强监管 温防局计划 明年立法推行 的士司机扣分制 针对18项罪行 蓝收车支 他再等较严重罪行 司机会被扣10分 他绝发出收据 沒有足夠散子等就會被扣5分 這些較輕微的罪行就會被扣3分 消息說如果司機在兩年內被扣滿15分 便面臨停牌三個月 有一些罰則是過分的 例如不夠散子找給人 又或者只不過是的士玩燈 原來他沒有穿 這其實未必是的士服務質素的角度 是一個問題 一般的乘客會更加著意的 可能是他的態度 是不是不禮貌 甚至乎特意駕車駕到好狼等等 譚文豪建議當局接納的士業界的意見 在車內安裝閉路電視作為投訴作證 至於的士業界就批評扣分制內容不清晰 例如兜路的定義是什麼呢? 因為塞車而選另一條路算不算兜路呢? 擔心司機會誤多發網 加上現在司機已經不夠 擔心新例令有意投身業界的新人卻步 東網記者露傑宏報導 好 我跟九哥上兩節說了很多 這節給你視頻看 這個其實呢 這個有很多 我都放了很多問題出來 雖然這條新聞片也有提及他的問題 那九哥我想問一下你 剛才他說的扣分制 假設他真的行動的時候 一定會放寫 我想第一個情況就是 如果有一個人 之前你剛剛 他可能是百多元 但是他給你五百元 你便把生意拿掉 然後第二個是放寫的 搞到你沒有生意 那你怎麼辦呢? 是啊 很多人都說 即使我們現實做生意也會 早上這樣 因為法例規定是一百元 有九十元在 如果你真的這麼少 一枝就搞定了 有時候我們當然要預備多些 兩三枝連續就真的站在那裡 還有很多問題 如果真的遇到一些黑頭玩東西 即使他還夠你 我心情不好 我心情不好 你九哥的樣子 我這樣隨自 我這樣隨便 你什麼十九個 二十四、八 那兩毫 為何你不斷責任 我沒有兩毫 那是不是不斷責任 那是否不斷責任 首先這也是司機的責任 你說到兩毫 但是你五毫也試過 說他攬收車 五毫告過 是的 不過官官就明白 最後都是撤銷了 沒有告到的 但是有時候 我們的省子 心態就是有來有往 有時候 譬如27.4那支旗 我做法是四四一五入 有五毫就找五毫 我也未必找六毫 他真的煩 好像有時候 八十元或一毫 一百元或三毫 我們真的有時候 你給我一百元 我二十元 大家快 最重要 剛剛才走 剛剛還給我十九個狗 但是有很多事情 是很奇怪的 你的判斷力 車內吸煙 有煙味 說真的 狗哥你的車我也坐過 真的很精香 盡量不吸煙 你用手工手拔的的士司機 不在車內吸煙 你再正 剛剛過 好像屍體一樣 二十四小時裡面 睡覺的五個半小時 我平常不肯吃煙的 全身都是一陣子 老丁 一上去打到黑痴 你整個車都煙味 我上去 我又嚴重潔癖 聞到你的車臭 這樣屈膠你 那又很可憐 還有有時候很多時間 有些 又是我們親愛的國內同胞 他們都不理 吃的 這樣就怎麼辦 上一手 我叫他吃了幾口 再叫他吃 再吃多兩口 快點 我簡單而言 我覺得當中裡面出現了很多矛盾的問題 當中裡面也有很多的問題 是很相當的 而令到事件發展下去 好了 真是很容易令到的士司機被屈 是 說繞路來計 很簡單 我只有幾條路去 唸我很容易 我去現時點買玩具 由官囊去 官囊去現時點 或者去佐敦 我去佐敦 我去佐敦 那你怎麼去佐敦 你是正確的方法 是嗎 我昨天接過一支 我都要問過客 你可以走舊基瑞 然後去尼敦道 尼敦道 都不用的 走回尼敦道 加士居道 轉到尼敦道 然後你可以轉到窩打路 放下他 但在尼敦道 叫他走過對面也可以 有些就是喜歡在奧士甸道走進去 都有走在那邊 走奧士甸道 如果我是走開的 你走尼敦道 我不是說你為什麼要走尼敦道 但是你走奧士甸道 你走奧士甸道 有些還要多條路線 好了 第二件事 由官堂到尖咀 你是怎麼走 官堂到尖咀 例牌就是 舊幾歲的 然後呢 去到洪磡那些 撿回去 有些方法 就是舊技術 一直撐 撐到海旁 海旁 然後就由科學館 還是什麼 文化中心 撐回去 撐回海旁 那是很快的 但時間是多了一些 這些你會不會 甚至有些是上火車站 沒有錯 有些是上火車站 行過新島 但有很多暗糕或的士客 我不是幫的士說話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客人 是有很多狼狗 你會說 所以你為何要撐回海旁 坐的士是很奇怪的 坐的士很簡單 你窮的就是沒有人坐的士 我說真的 我窮的就是沒有人坐的士 或者急病 自己坐的士 明白的 但有時候你坐的士 那些會撐回海旁 讓大家可以省了很多時間 你可能多給幾筆東西 幾元而已 但如果你在那裡塞 你是沒有想好 還有你塞也會跳的 還有你塞也會跳的 對 那你怎樣計算 那這些大家有爭辯 還有他在想一個例子 喂 紅水經常塞車 然後如果紅水塞車 如果九哥說 喂 紅水塞車 行東水好不好 然後整個城市 喂 你是不是兜路啊 明明我現在在灣仔 你行紅水就對了 你兜了去 得如瘡 其實問題是 我們從一件事 簡單化一件事 為何要進入扣分制 因為要打擊黑的 對 打擊黑的 內何都是幾個 改麥錶 對 濫收遮支 對 五萬元車收 五港幣收 五萬元美金 都是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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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好像你說 選客 他會告幾條做罪 不適當展示其好 那些東西 不會只有一條 OK 通常佛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二千多元而已 是的 是 是 你老美 二千多元給你執藥 都說是 都說他打到皮套 對 說真的 我真是 我真是 加一個巴西客美金 加一個日本仔 就你騙人員 然後 然後 斯提議員 這麼像大學人 我們是 四五轉 蓋了 又或者 這樣被人告 下一個 斬樓 是的 沒有 真的 是 成本 你根本沒有一個 具體的事情 令對班的狼狼痛 是 根本不怕 他們覺得是不怕的 沒錯 我分析這件事給大家聽 你覺得斯提議員 他的罪行是 什麼事 當然是騙錢 騙人 對嗎 保虐黨騙人 罰法 刑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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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hood 你欺騙的行為是否都想騙他 其實是一樣的 那你不就是抓他坐牢 只不過他說行騙的工具不是輛的士 對 同樣的一家法 為什麼保佑黨要坐牢 你的的士司機不用坐牢 他就抓那群人的刑事法 就會解決這個問題 只不過是它是的士司機 那你不一定說他可以裝很多罪 也不一定要召回這麼舊的的士例 而且很老實說 我很 賣魚的 就是我扮到的士哥 我不是說鞭魚哥 我很懷疑車懷的 我什麼懷疑的交通公司都是坐的士 你老母是沒有錢 你沒有坐的士 我有十個的士司機 是八年難得一論遇到一些欺客 我要招呼 我預約了兩個 下一集我會招呼他們 我招呼他們 答應你這兩個 你們走不了 但大部份的的士路 現在真的肯吃艱難 你是不是更瘋狂 玩東西呢 還有有些真的無心之失 雞毛蒜皮 有煙味 沒生紙爪那些 那些是否真的有衝突呢 最重要是有一個 為什麼要搞到社會人鬥人政策 現在真的變成這樣 對嗎 賊你又不去抓 對呀 賊他不去抓 剛才第一節 集團式行騙 集團式黑社會兇人 你們這些警察又不去抓 那些是賊 我不是說賊的賊的 也不是黑的這麼簡單 擺到命認事 抓他之後就在房間 混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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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簿也不去看 電話簿也不去看 我用水來拆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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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這樣 你只是欺負我舊哥而已 你真的不能把我當我 即是你那些這麼小的東西 我把那些人拆來一齊 當我又是拆下而已 混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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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搞呢 昨天搭車的的士司機 82歲 我坐在那裡 他知道正在香港 我帶我去看醫生 然後有另一個司機 剛剛我碰到我的老童 我的老童是墨西哥的老大 他就免費載我 因為是我們的的士判官的聽眾 很感激你 有一個贊助你 即是你 其實你是看得到是攔著旁 我的老童都五張多了 年輕果水了 你還要搞到怎麼做 三個月夠十五元 不用玩 是啊 而且你說又扣分 一怕到分就很害怕 香港人現在說 住公屋又說要扣分 拿著駕駛票又說要扣分 這些基本上業界 應該是會做得到的 我真的覺得 你問我真心說 我真的大部份的的士司機 都是應該循規道具 大家要賺錢 難道自己是否認識自己 是啊 那你那些真是賊的行為 是啊 對不對 我也是覺得很奇怪 而且問題是 你要搞這些事情 就變相為你扣分 你影響到我的飯館 我那間我不想 真的嗎 我都上庭跟你對峙吧 是啊 即是十單個案子 十單個案子都是誰的 是啊 那是不是上庭又是有司法 又有廢獄在那裡 是啊 是啊 那些錢是哪一個人給的 是啊 即是法庭處理的時間就長久了 是啊 那些案件積聚了 現在已經在說了 法庭的壓力都很大 那些事情差點被人告 差不多 上街那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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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個人都在那裡找什麼東西 你就是要玩到法庭排期 排行了九年 還有這個扣分制 如果實行的話 那就是一件事了 總之 如果有城下投訴 總之那個司機 就立即成為被告 你就是疑犯 你不跟我說我能不能拆 不行 你上法庭拆吧 整件事就是這樣 總之你被人一告 總之你不要管 總之有人告你 你就要上庭 到時候你要證明自己的清白 香港法律以前不是這樣的 是要拿證據去鎖你 但如果你有一些教訓制的時候 你上了庭的時候 舅哥說你有沒有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 沒有 你就糟糕了 還有車內的車鏡 有誰負責付錢呢 是 如果是這樣的 我入行我已經買過車鏡 沒有了多少東西 這些錢是值得的 我覺得可以的 可以這樣說 不要說有三幾百 但問題也是說 那個扣分制 你的壓力真的很大 不過在這裏 說回整件事 是哪些傻子 去提出扣分制 大家知道嗎 我又聽到了 我昨天載到一個幫辦 警察構思了出來 就找一些大車行 那些大車行 跟他們談過的 大業界就知道哪幾間的 我就廢話說 大家知道 不要浪費時間說 不要浪費時間說 但是為什麼這些車行 會負義呢 為什麼 我真的不明白 你那個人想不到 還學人做地區工作 你走出來 為什麼 你覺得呢 現在呢 就扔了兩邊看法 這樣 我收到很多 一些就說 總之就是跟車行有關的 又說 車行搞 A就說 想他們 拿優質牌 簡短一點 對吧 就是 他們覺得要收拾好些司機 這樣跟政府 就會覺得 我的司機現在收拾好 有些車行就想拿回那個牌 拿優質司機那六百架 即是我現在AAA車行 或者工程新對車行 我其他司機 每個都是優質的 不會犯例的 我是動議的 你懂 做些這樣的例 工程車行 我的司機收拾得好 你相信司機 又很乾淨的 齊大賓 沒錯 那些什麼誠信車行 全部英俊 個個九哥的人版 有英俊 還有錢 冬菇頭 還穿超人衣 那是開車的 好東西 那你真是最好 我已經是業界的標準 業界的標準 司機的僱鎖 是吧 那我的車就很適合 車都很適合 過字 鄭成功車行 什麼什麼 信譽良好 那些什麼 老老實實 老實車行 車行 那就知道好東西 那可能是等同 這個優質的士 而聽說 運輸署呢 有可能發一些優質的士牌 其實是不需要錢的 聽說是免費發出去的 那如果我做到這件事 是不是運輸署會喜歡他們 聘請他們呢 那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呢 那一些在坊間裏面 聽到一些 的士業界回來的消息 就會是這樣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那就是 如果有某一些車行 扶椅這件事 而希望舔到這條水 那他們的司機 之後就可以駕駛這些優質車 那有沒有可能呢 今天就有更大的優質 老實說 這些車行當然是商人做 運輸的 你們有沒有老號仔排 知不知道駕駛的士多辛苦 好像唐牛和食神一樣 那樣說 駕駛一把刀來看啊 駕駛有多辛苦 你們知道嗎 那你就去想 那更加有一些說法 我覺得這個說法就是很難 這個就像相反一樣 對 特意明知道這件事是玩耍死了司機 好了 玩耍死了司機 沒有人入行 招肚 招肚 其實真的招肚 招肚 招肚 你知道為什麼嗎 招肚沒有人入行 那牌子就跌價 然後沒有人開車 的士的牌照會被政府 全部收回 萬多個牌照 然後重新再來一個 新洗牌 他們的車行當然是藏勢大 有機會壟斷這個行業 低價級入行 這個很奇怪 我覺得沒什麼可能 因為如果你要收購 是五千多億 這樣吧 其實這些是分風玩借自己的 對 你的牌政府說沒有人開車 就是很借 對不對 你還跟他們說 不要高位 拿現在的中間位 例如六百萬 六百萬 成萬百 現在不是跌了一點嗎 那我當你六百 好嗎 六百成萬百 那天文數字 我都不知道多少 但是你這樣說 政府又可以說 喂 怎麼不是 你現在沒有人入行 就值錢了 二百萬給他們收 要不要就 一百萬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也很低 但是會不會 或者會變成 車行與車行之間的 惡性競爭呢 會不會有機會變成這樣 就是我有空告你 你有空告我 那這些做行業都會有的 你做飲食都會有 隔壁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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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但是我覺得其實 以我一個司機來說 如果司機來說 我覺得 你們車行怎麼辦 他們的損失 損失未必大 說一句 因為牌子就軟了一點 但是現在最前線的司機 就變了 剛才也說了 壓力大 隨時失業三個月 沒錯 很多是 現在會不會是 政府變成一個陷阱呢 是的 是的 雖然那個幫班都跟我說 其實都會檢討的 一定會修訂的 但是我們當然要出聲 現在我們重點是打擊黑敵 是的 你把黑敵拼了沒有分開 把黑敵拼了 把黑敵刑事化 把黑敵拼了有沒有終身停牌 還要閹割 那你就解決了這件事 因為其實黑敵影響香港的形象也很多 因為遊客被他這樣劏牌 無論車主和司機同樣受罰 朱連發 是的 也有人提議這樣說 對 你可能是車行 你騎下的士司機亂救 你沒有人管他 因為現在他就說 如果捉了之後那些黑敵 就回覆了他 都要求車行不要租車給他 但是這個人除非你有法例約束他 是指引來的 如果不是 你會很有約束力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收租而已 我為什麼要這樣浪化 大哥我真的找不到人 已經少人入行了 那你有些司機 你不會租車給他 對嗎 對 你要去管束 你自己要執拾一些 其實我也建議這件事 有些車行都有這樣做法 其實應該要這樣去做 譬如你中國城夜總會 明知道有一些雞生的姓名 你會叫他回來做報告 這樣就是 你叫雞就懂得叫 自己不找車行 你不肯懂得找 你不肯懂得找車行 對 對 所以 我不是想說 這件事 容易明白 大家都是形數生涯 對嗎 大家都是做生意 對 但是有些人 現在都說 有些人看法就是 現在撿得漂亮 可能有些先死後生的感覺 就是希望大家覺得 那些年輕人 現在撿得很棒 有些紀律很多 那些年輕人就會覺得 會入行 因為很多人就說 入行 好像又被黑社會兇 有些很害怕 有些真的是暗笨 不像陳先生 那樣的 即是那天決定他做雞 對 真的怕了不做 也有 譬如說很惡做 如果現在撿得正 有一個規矩矩矩 這樣引申人入行 我覺得都有可能 所以現在說法很多 一些就說 糟糕了 但是我覺得 可能你的舊司機 那些真是老 接受真的 很難說 有些很舊的司機 駕駛了三十多年的 那些很規矩 也都有看過 我覺得 現在這個方法 現在要解決問題 不是立即要立即搞這麼多麻煩 而是打擊黑的 簡單單 簡單一點 是 打擊黑的 杜絕一些集團式經營的 混亂黑社會 或者是車行 一起勾結 什麼鬼也好 你不想知道 警察去查 搞了什麼 打擊這些非法集團 還有我相信 我相信很多 打擊這些人員 我聽到司機和乘客 有時我八卦 你知道我最近都和乘客說 乘客說 對 那些 濫收車資 他們說 大家都有 共同的說法就是 你兜路那些拒載真的可以爭辯 我們爽快點打擊黑的重點 每個人都恨之入骨 破壞香港的國際形象 讓我們欺負到曼谷的小孩 你不覺得很混蛋 不好意思 不要緊 我們曼谷回答那些狗狗 那天真可憐 被人冤枉了兩把匹 但是如果計算香港的車程 可能一次標都不會跳到 這樣就收了兩把匹 香港現在很多司機都是這樣 真的如我如哥所說 你不坐牢真的沒有阻嚇性 閹割 車主和司機朱連 他的成本低 我怕什麼 還有我們又要說 這個檢控政策 普遍政府肯做事 但你做這些事情 你做正確的事情 不是說插政府做事不對 而是你要用得正確做事 對正下約 對正下約 在適當的點子 放進去才是嗨的 那倒是 找對的那一點 那一點有意 廢柴 無論如何 今天說了很多 明天是沒有給你晚報的 八點鐘我們開始直播 明天我們MHK的節目仍然有 我們亦呼籲所有的的士司機 如果你們想看MHK的節目 就記得 結尾的時候再播放一張圖 可以去395-8673 或者WhatsApp去9810-8874 或者直接去www.mihk.tv 好了 再播放一張圖 再播放一張的士圖 然後我們結束今天的的士盤觀 拜拜 拜拜